今天我们来看《撒姆尔记》第十九章 其实这张经文的内容很丰富 我看了又看 很怕有一些细节会遗漏了 但后来我就有一个醒觉 就是我如果讲了所有的细节时间已经不够的 如果有一些细节我遗漏了 交给圣灵就好了 不用一直抓住要在乎这么多的细节 到这么少的时候我们又会再回来读《撒姆尔记》下的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读经的模式 很多经文读过好几次 某些细节总是跳过了没有流心的 比如我们接待一些外面神学院的神学生 他们就问到一些医治释放的问题 他们就会问对于医治释放的问题 觉得六一好像很奇怪的一间教会 觉得六一好像一间很奇怪的教会 那反过来我就问他们了 那转活了我就问他们了 那你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读过耶稣 怎么去到医治 怎么去到赶鬼呢 那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看 读到耶稣他怎么样 医治怎么赶鬼呢 好像没有读过 好像没有读过 每一次见到这些经文就会跳过去 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就会跳过去 好像耶稣只是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师 好像耶稣只是一位教导真理的教师 那我就问是不是你们有一把剪刀的呢 那我说说你们是不是有一把剪刀啊 每次读到那些经文就剪掉它呢 每次读到这些经文就把它剪过去剪掉 其实我们都不是读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不是读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全部都在了经文里 全部都在经文里 不过我们就是惯于 某些和我们原本有的观念 不配合的文字呢 但是我们就会习惯 某些对我们知道的观念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那些的启示呢 那些的文字呢 我们自然就会跳跃过去的 我们自然就会跳过去的 这些经文读了很多次 其实都是跳过去的 那些经文读了好多次 都还是会跳过去 在同一个位置这样跳过去 同一个位置跳过去 但我们读经其实真的很需要圣灵 其实我们读经真的很需要圣灵 是它光照我们 是它光照我们 以前福音的地方突然变得明亮 以前在我们的福音的地方 现在是灰暗的地方 现在是光明了 我们好像仿然大悟 我们通常恍然大悟 我们叫被开启 我们竟然被开启 所以读经不是 读完一次圣经 那我们就叫读完 读圣经我们不是读完 一次圣经我们就读完了 读完可以再读 读完可以再读 越读越滋味 越读越有滋味 越读就越读出味道来 越读越读出味道来 好那我们回来 《沙漠记》下第十九章 那我们就回到《沙漠记》下的第十九章 这里是 我不如首先就讲了一个题目 那我首先来讲这个题目 今天给一个题目就叫 以恩慈来收复国权 我们的题目叫 以恩慈来收复国权 恩慈就是六一经常说的kindness 恩慈就是六一经常说的kindness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电影节目 都知道什么叫kindness呢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都知道kindness呢 那又不是不知道的吧 又好像不是不知道哦 但是来到六一才好像真的知道哦 但是来到六一好像真的才开始知道 譬如我们这个题目 以kindness来收复国权 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 以kindness来收复国权 我想如果不是六一的电影节目 怎么都看不到kindness的 那我想说如果不是在六一的弟兄姐妹 应该不知道懂得什么是kindness的 怎么也都读不到kindness这个观念出来的 怎么样都读不到kindness这个味道出来 是的 因为你浸淫在六一里面 因为你浸泡在六一里面 你开始明白神的kindness 你开始明白神的kindness 然后你读这些经文 然后你读这些经文 你就看到神的kindness是怎么样运作的 你就看到神的kindness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kindness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是很少 其实kindness在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都很少 很薄弱 很薄弱 比如有人对我不好呢 比如说有人对我不好 你能不能用kindness来对待他呢 你能不能用kindness来对待他呢 我们第一个的反应 我们第一个反应 我们血气的反应 我们血气的反应 你将个面拧左边 然后把你的脸往左边 那我就拧右边 我就拧右边 差不多即刻这样做的吧 差不多即刻就会这样做的 其实我们真的很没有kindness的 其实我们真的很没有kindness的 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 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 如果大卫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如果大卫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 虽然亚沙龙的内乱已经平定了 虽然亚沙龙的内乱已经平定了 犹大的国权是没办法 以色列的国权是没办法收复的 以色列的国权是没办法修复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大卫是怎么样来收复 好像失落的国权 我用国权这个字 就是这个王他还有没有权柄来治理这个国度呢 他仍然是王 但是大家都看到他已经跪在地上了 大家都看到他的儿子就去了坟墓了 大家都看到他儿子已经去到坟墓了 全国就已经分裂了 全国已经分裂了 那他是有王 但是他是王 但是他没有权 他失去了他的威信 他已经失去他的威信了 整个以色列好像一个没有王的状态 整个以色列好像是一个没有王的状态 这个就是神透过拿单对大卫说的 因为你犯罪的缘故呢 因为你犯罪的缘故 仇敌就得逞 仇敌就得逞 破口就临到 破口就临到 今天我们就见到以色列就是一个 整个破口政治真空的状态 我们今天就看到以色列在整个破口政治真空的状态 怎么样来收复呢 怎么样来收复呢 首先经文就 显露出这个破口是怎样的 首先经文就显露出这个破口来 为什么这个王失去了他的国权 为什么这个王失去了他的国权 就是第一节至第十节 就是一到十节 大卫不断在那里哀哭 大卫不断地哀哭 经文说有人告诉约牙说 经文说有人告诉约牙说 也就是说约牙不在大卫身边 虽然他带大卫平定了鸭沙龙之乱 虽然他带大卫来平定鸭沙龙之战 之乱 之乱 但是原来他都是很意气阑珊的 但是他都是非常意气阑珊的 他根本就跟大卫是一个疏离的状态 他根本就是跟大卫是一个疏离的状态 如果不是有人说给约牙听 他都不知道大卫是不断为他的孩子来哭入悲哀 如果不是有人告诉约牙呢 他都不知道大卫是不断地为他的儿子 在那里哭泣被哀 这个就是个破口了 这个就是破口了 因为大家听见王在那里忧愁 因为大家听见王在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 其实能够平定这个内乱是一件得胜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这个内乱是一个非常之不光彩的战争 但是我们说这个内乱是一个不光彩的战争 就算赢了其实一点光彩都没有 就算打赢了一点光彩都没有 那那些人是怎样回去城那里的呢 那那些人是怎样回到城里呢 经文说他是暗暗进城 就如拜阵逃跑 经文就说他们暗暗进城 拜阵逃跑 惭愧的闻一般 惭愧的闻一般 明明是海旋归来的 明明是可以凯旋归来的 但是大家都是头哒哒地回去城那里 但是大家都是头哒哒地进到城里 这个城是讲的马哈念 这个城我们说是马哈念 就是约旦河东大卫的基地 就是约旦河东大卫的基地 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形势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形势是这样的 这个国其实是三分天下的 这个国其实已经三分天下 在约旦河西有北面的十支派 在约旦河西有这个北面的十个支派 约旦河西的南边就是犹大变纳闻支派 有大河的南边就是犹大跟变纳闻支派 十比二 十比二 那其实上面十个支派是一个笼统的讲法 那北面的十个支派是一个笼统的讲法 因为这些支派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 因为这支派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 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 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 就发现每一次有外敌来到进侵 约旦河东的支派很快就消失了 约旦河东的支派很快就消失了 他们经常面对这些外敌的压力 他们常常面对外地的压力 包括摩押 包括摩押 亚门 亚门 所以大卫要作王 所以大卫要作王 经常的兵力都是在这一边来的 经常的兵力都是在这里 在那边要平定摩押 要平定亚门人 在那里要平定摩押跟亚门人 亚门人 亚门人 这些我们叫弱室支派 我们这些称为约瑟支派 其实他们代表了整个北边的十支派 南边就是犹大支派 南边就是犹大支派 还有边亚门支派 其实边亚门支派的位置是很关键性的 因为它是南北之间的一个中间位来的 因为它是在南北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 有时我们在想 为什么神要兵起边亚门支派的扫罗来作王呢 有时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神要兵起边亚门支派的扫罗王作王呢 因为祂能够管理到北边和南边 因为祂能够管理北边和南边 为什么大卫作王要从希伯伦去到耶路撒冷呢 为什么大卫作王要从希伯伦迁到耶路撒冷呢 因为耶路撒冷就在边亚门支派的边缘地方 因为耶路撒冷就在边亚门支派的边缘的地方 它也是一个统管南北的一个中间点 它也是统管南北的一个中间点 好 但是现在大卫呢 其实它是签刀的 那我们说像大卫他是签刀 因为这个政治压力的缘故呢 因为这个政治压力的缘故 它就在这个马哈念的地方作为它的基地 它就在马哈念的地方作为它的基地 在那里得了补给 在那里得着补给 得着补给 重整它的军队 重整它的军队 然后就跟以色列的军队来回战 然后跟以色列的军队来会战 所以当他们说是好像打败仗那样回去他们的城的时候进城呢 那他们好像是打败仗回到他们要进城呢 其实那个城就是马哈念 当时大卫都在那里 当时大卫都在那里 大卫呢他自己蒙着脸大声来到呼喊 大卫自己就蒙着脸大声来呼喊 我儿亚沙龙 亚沙龙 亚沙龙 我儿 我儿 我们称大卫那时候 是掏心力血地 把他的心情呼喊出来 其实里面是非常伤痛 但是这件事 在约压的眼中来看 你再这样哭 你所有为你去打仗的仆人 都脸上蒙羞了 因为你爱那恨你的人 因为你爱那恨你的人 恨那爱你的人 好像一片混沌是非不分一样 约压又加了一句 他说我今天看明 如果压沙龙活着 如果压沙龙活着 我们都死亡 我们都死亡 那你就开心了 其实讲着大卫是一个叛国的人 其实在讲大卫是个叛国的人 他出卖了全国的感情 他出卖了全国的感情 他出卖了全国的努力 他出卖了全国的努力 所有都是他自己个人的爱恨 然后很多人就为他死了 那很多人就为他死了 那压这番话是对大卫很刺激的 那约压这番话对大卫是很刺激的 你如果还不出去呢 就不再有人跟你站在一边了 就不再有人跟你站在同一边了 那你的祸患就比现在更深 那你的祸患就比现在更加深 全国在一片混沌当中 大卫自己都在大片的情绪的混沌里面 大卫自己在大片的情绪混沌里面 但我们这样来看 那我们这样来看 大卫发生什么事呢 大卫发生什么事 其实他是过渡他的忧伤 其实他是过渡了他的忧伤 比如我们611 其实这些我们叫脸状的事 都是不断的 那比如说611 我们说这个恋障的事 都不断出现的 有时一个月 有成十几单都有的 有时一个月十几件都有的 那我在这里代表教会 去多谢这些特别 在这些哀伤的家人中间 服侍的同工 那我在这里要特别代表 我们来谢谢这些 在特别是家里有这样的事情 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同工 是的 服侍这些家人的同工 服侍这些家人的同工 那有人过世是带来很大的忧伤 有人过世是带来很大的忧伤 很大的伤痛 很大的伤痛 其实当我们说是忧伤 其实当我们说忧伤 背后是很多感情的 背后是很多感情的 不能够一一说出来 不能够一一述说的 比如说当大卫说压沙龙压沙龙这样 比如说当大卫说压沙龙压沙龙这样 他只是讲一个事情的表面而已 那个忧伤不单止是上师的最爱的儿子 我相信大卫也都想起 拔士巴所生的儿子 我相信大卫也想起拔士巴所生的孩子 他也会想起暗亂被压沙龙所杀 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 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大卫都知道 大卫都知道 大卫都无助 大卫都无助 无力地来处理家庭的事 无力去处理家庭的事 宫廷的事 宫廷的事 因为破口是从他而出的 而且当众在日光日白之下 是显明的 而且是当众在日光之下显明的 虽然他作王 虽然他作王 其实里面有一种羞愧是难以言语的 但是里面却有一份羞愧是难以言语的 他是武力的 他是无力的 有一本书叫《临终前遗憾的25件事》 有一本书叫《临终前遗憾的25件事》 有个护士就是一个帮助临终病人的护士 那就有一位是帮助那些临终的护士 他就有一千个个案 他有一千个个案 他就把最多人会后悔的事 那25件写了出来 他就把最多人遗憾的25件事 把它写下来 那看这本书 很帮我们去明白 这些忧伤的人究竟经历着什么 那看这本书就很帮助我们 去经历那些忧伤的人 他们到底经历什么 有些人从来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有些人从来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他不是没有梦想 他不是没有梦想 但是没有100%这样全力 来到追求去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就是没有100%的去全力去追求他的梦想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过去 人生就这样过去了 遗漏了一片的虚空在那里 遗漏了一片的虚空在那里 有些人没有跟他的亲人和好 有一些人没有跟他的亲人和好 带着一种忧伤被拒绝地离开这个世界 带着忧伤被拒绝地离开了世界 那我们不详细说了 只是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去明白 大卫在这里经历什么 就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 大卫他在想什么 我们刚刚在讲大卫孩子的过世 他们的去世 都是忽然去世的 都是突然去世 不是死于自然的 连说再见的时间都没有 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大卫那种伤痛 很难让外面的人来理解 所以大卫里面的伤痛 是很难让外面的人能够理解的 而我们更加容易用分辨事恶书 来看大卫这个过程 而我们却很容易用分辨善恶的 去理解大卫的过程 觉得他是最有应得的 觉得他是最有应得 并且先知拿丹的说话 仍然都是这么真实 而且觉得先知拿丹的话 却是那么的真实 一件一件来应验 一件一件来应验 你的家要兴起刀兵 你的家要兴起刀兵 在日光日白之下 在日光之八之下 有人会亲近你的飞笔 有人会亲近你的飞笔 你在暗中做的事 在日光之下 要全部被知晓 你在暗中所做的事情 在日光之下 全部会被揭晓 就是这样来应验 就这样应验 大卫好像很没能力 去到拦住这些事情的发生 大卫好像没有能力 去拦住这些事情发生 他好像只是默认 和接受这些神在他生命上面的审判 他只能够默认了 然后去接受神 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事 但我想大卫的内心是非常之复杂 但是我想大卫的内心里面是很复杂 所以这个鸭砂龙之死就好像按到那个键 很多的忧伤 很多的忧伤 他没有办法停止得了 你可以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以色列进入了一种政治的真空 王不能作王 虽然他有王位 但是他没有王权 好 这样就来到跟大卫讲 那约压就来跟大卫说 我指着耶和话 起誓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你 若不出去今夜 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第八节 第八节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哇 这个大卫可以一下之间就改变 这个大卫可以一下之间就改变了 就抹干点眼泪了 然后就擦干眼泪了 就不再伤痛了 不再伤痛了 就是要出来做王了 就出来做王了 那当时那些百姓就来到他的面前 那当时百姓就来到他的面前 第八节后面有一句 第八节的后面还有一句 就是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国家去了 就是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原来到了大卫的年代 原来到了大卫的年代 他们还没有叫所谓的常备的军队 大卫有他专业的军人 经常在他身边出入 但原来那些人打仗就是被招杂的 那原来这些人打仗要被召集的 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 打完仗就回家了 没有人住在军营的 你明白不明白 所以我昨天就问了这个问题 那我昨天就问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二万人肯为压沙龙来死呢 怎么会有两万人为压沙龙死呢 这个是一个出师无名的战争 这是一个出师无名的战争 而且他们不必要去参与这个军队的战事 而且他们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个军队的军事 这个不是一个征召来的 这不是一个征召的 不是一个常备军来的 不是常备军的 打完仗就回家了 打完仗就回家了 就是没打仗之前都在家的 就是你还没打仗 你已经在家的 所以参军是一个自由的意愿来的 所以参军是一个自由的意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人的愚昧 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人的愚昧 压沙龙凭什么 压沙龙凭什么 叫这么多人陪他来打仗陪他死呢 叫这么多人陪他打仗陪他死呢 真的是一个不光彩的战争 真的是一个不光彩的战争 好了 第九节就有一个专念 那第九节就有一个转念 那个思想是这样的 思想是这样的 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这个就好像士师年代一样 这就好像士师年代一样 平定了菲利斯人 平定菲利斯人 打败了亚摩人 亚摩利人 摩亚人 亚摩利人 摩亚人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王 又救我们脱离菲利斯人的手 又救我们脱离菲利斯人的手 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 其实是一个思想的逻辑的次序 这是一个思想逻辑的次序 他本来做王 不过现在就走了 他现在做王 不过就走了 那我们就高领亚沙龙来治理我们 那我们就高亚沙龙来治理我们 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的阶段 最近的阶段呢 亚沙龙已经阵亡 亚沙龙已经阵亡了 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 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 好像大家都觉得 有一件事应该去表白一下 好像大家觉得有一些事情 要去表白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大位 就是我们需要大位 以色列国需要大位 以色列国需要大位 否则我们一片混乱当中 否则我们一片混乱当中 只会越搞越乱了 只会越搞越乱 所以我们要表明我们的 我们要表态 所以我们要表态 我们要请王回来 这个消息对大位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消息对大位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大位怎么样来收复他的国权呢 大位怎么样收复他的国权呢 首先他要重新得回 尤大支派的支持 首先他要得着尤大支派的支持 亚沙龙的叛变 首先是从希伯伦 高拒作王来到开始 那亚沙龙的叛变 是首先从西伯伦 他叛变他那时候开始的 高他作王的时候开始的 希伯伦本来就是大位 首先受高的地方 希伯伦就是大位 首先受高的地方 希伯伦是大祭司的家乡 希伯伦是大祭司的家乡 希伯伦是个利尾城 希伯伦是个利尾城 所以说整个犹大 真正的中心点就是希伯伦 所以犹大真正的中心点就在希伯伦 大位要重新作王 首先要得着犹大支派的支持 大位要重新作王 要重新得到犹大支派的支持 但是亚沙龙的叛变 又从希伯伦开始 那亚沙龙的叛变也是从希伯伦开始的 所以他要来修复和犹大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要首先修复他跟犹大之间的关系 大位没有自己去 大位没有自己去 他派谁去呢 我们说希伯伦是个祭司城 我们说希伯伦是祭司城 因为历代的大祭司 都应该 杀毒的体系都是从希伯伦移出的 另一位的沙督之派都应该是从希伯伦而出的 他就派了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 他就派了祭司的沙督和亚比亚他 大位是两个祭司一起来服侍的 大位是两个祭司一起来服侍的 这两个人就受托于大位向犹大支派来说话 那这两个人就受大位之托去到犹大支派了 当时的说话方式是这样的 外面已经以色列人说要请王回皇宫 外面已经在那边讲说要请以色列王回皇宫 而你们是王的骨肉 都是犹大支派的人 都是犹大支派的人 那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呢 你们不觉得落后于人吗 这样来说服他们 第二件事都很重要 第二件也是很重要 在犹大支派里面有个很有影响力的军事强人 在犹大支派有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军事强人 他曾经是亚沙龙的元帅 他曾经是亚沙龙的元帅 这个叫亚马撒的人 这个位叫做亚马撒的人 大卫要得着他的心 大卫要得着他的心 于是受托的祭司就跟亚马撒这样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 大家知道他是亚比盖的儿子 亚比盖是大卫的姐姐 或者姐妹 亚比盖可以说是大卫的姐妹 洗路亚是大卫另一个姐姐 洗路亚是大卫另外一个姐姐 洗路亚就是若亚大卫元帅的妈妈 洗路亚就是大卫元帅约亚的妈妈 而亚马撒就是大卫另一个姐妹的儿子 亚马撒就是大卫另外一个姐姐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是骨肉来的 他真的是骨肉 如果不是唐兄弟就是表兄弟来的 如果不是唐兄弟就是表兄弟 就是大家叫对方做阿叔阿伯 或者是阿姨那类 称对方是伯伯叔叔阿姨 是骨肉来的 是骨肉来的 大卫这样说 我若不立你替代约压作元帅 愿神匆匆地扛乎于我 我若不立你替约压长做元帅 愿神重重的想法于我 就希望阿玛撒带着他的军队来投城 就是希望亚马撒带他的整个军队来投城 投靠 投靠 投靠大卫 投城 对了 以致就不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 而不是在一个分裂对立的状态 但我们看到大卫好像出其不意打了约压一战 我们看到大卫好像出其不意打了约压一战 就是亚马撒要来取代他作元帅 就是亚马撒要取代他来作元帅 你可以看到大卫和约压之间爱恨交情 那你就会看到大卫跟约压之间就是爱恨交情 新仇救恨 新仇救恨 最新仇就是他亲手杀了亚沙龙 最新的仇就是他亲手杀了亚沙龙 但大卫知道这一招他一定要出的 那大卫知道这招一定要出的 亚马撒是大拳在握 他是他拿着犹大支派的兵权 那大卫知道亚马撒他的军权在握 他是掌握了整个犹大的军权 第十四节说如此就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 如同一人的心 如同一人的心 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王 那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王 请王和王的一切神仆回来 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 王就回来过了约旦河 王就回来过了约旦河 由大人来到吉甲 由大人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 要去迎接王 这个是吉甲 大家知道是约书亚进入迦南的第一个基地 这个吉甲就是约书亚进入迦南的第一个基地 我们讲基地是战事基地 我们讲基地就是军事基地 他们在那里迎接王 也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重新来到高纳大卫作他们的王 请他过约旦河 好 时间关系大家就 就是我们要快了 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要快了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卫不单止不能够得着北方支派的支持 大卫不单不能够得着北方支派的支持 如果他不能够谨慎行事 如果他不能够谨慎行事 他连犹大支派都会失去 他连犹大支派都会失去 因为起先带头叛叛大卫就是犹大支派 因为起先带头叛变大卫的就是犹大支派 他得罪了犹大支派的心 他得罪了犹大支派的心 好 那16节到23节呢 就讲到侍梅这个人 就讲到侍梅这个人 过了约旦河 又回来变阿敏支派的地方 又回到边阳明支派的地方 第一个出来要见大卫是谁呢 第一个要出来见大卫的是谁呢 就是没得躲藏 没得躲藏 就是这个侍梅 就是这个侍梅 当时大卫走难的时候 当时大卫走难的时候 他就一边走一边用砂用石打大卫 他就一边用砂用石打大卫 当时这个叫做阿玛撒的人 当时这个叫亚比塞的人 亚比塞的这个人 不如让我出手杀了他 不如让我出手杀了他 但大卫当时不想树敌 但是大卫当时不想树敌 就过了约旦河 就过了约旦河 但翻面里又见到这个侍梅这个人 那回来又看到世梅这个人 这个精彩的亚比塞 又在那里煽动大卫了 这个精彩的亚比塞又在煽动大卫了 你知不是人都可以在大卫身边的 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大卫身边的 亚比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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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比塞也是大卫的亲戚 不如让我出去做低他 不如让我出去把他解决掉 不应来去治死他吗 我觉得他真的太精彩了 我觉得真的太精彩了 他常常在煽动大卫 他常常在煽动大卫 大卫要用恩慈来收复全国 大卫要用恩慈来收复全国 但是这个亚比塞就在那里撞来撞去 但这个亚比塞就在那里撞来撞去 如果大卫的心智不坚定 如果大卫的心智不坚定 真的听了亚比塞的话 真的听了亚比塞的话 就会处死这个士媚 这个士媚 但是士媚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 他士媚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 他是辩雅敏家里面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他是辩雅敏家里面有影响力的人 而且他觉得大卫是抢夺了 蘇罗家的王位 那要不要跟这个人再继续对立下去呢 那要不要跟这个人再继续对立下去 以至失去了这个变亚民之派呢 以至失去变亚民之派 以至背上了这个抢夺 蘇罗王位的罪名呢 以至于背起这个抢夺 蘇罗王的这个罪名呢 大卫真的比亚比塞想东西清楚多的 那大卫又跟他说了 每一次大卫跟他说都是这样叫他的 洗罗亚的儿子亚比塞 洗罗亚的儿子亚比塞 用他妈的名字这样叫他 用他妈的名字这样叫他 我跟你有什么相关 你又来这一套 每一次都跟我反对 今日在以色列中气可致死人呢 今日我在以色列当中 岂可以致死人呢 现在是复收的阶段了 现在是复收的阶段了 要用恩慈去对待 你的对头人 你的对头人 我岂不知今天 要来做以色列的王吗 我岂不知今日我要做以色列的王吗 这个以色列的观念 是比较流动的一个观念 这个以色列的观念 比较流动的观念 它可以只是整个以色列国的意思 就是南北 连在一起的以色列国 都暗暗地指北方的十字派 那也是暗暗地指北方的十字派 所以当十字派后来 真的分裂了之后 所以当北边的十个字派 它后来分裂之后呢 就叫自己做以色列的 就叫自己是以色列 南边就叫尤大 南边就叫尤大 大卫说呢 我今天要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说我今天要做以色列的王 不是只做尤大的王 不是只做尤大的王 大卫就跟他说你必不死 大卫就跟他说你必不死 并且向他起誓 接着又有另外一个人物了 第24节至到第30节 24节到30节 就是这个米飞波射 他是直接扫罗的后人 他是直接扫罗的后人 他是约拿丹的儿子 他有一个家宰 他有一个家宰 这个家宰是叫做洗巴 他的家宰叫做洗巴 当时大卫路过的时候 洗巴就带着食物出来 去迎接大卫 当时大卫路过的时候 洗巴就带着食物出来 大卫没有推却 大卫没有推脱 但是大卫问了一个问题 但大卫问了一个问题 你的主人米飞波射在哪里 你的主人米飞波射在哪里 明明我将你的主人的良享 交给你负责的 我明明把你主人的良享 交给你负责的 为什么你带着这些良享 来贡献给我们呢 为什么你带这些良享来贡献我呢 大卫看得出他们之间的矛盾 大卫看得出他们之间的矛盾 当时洗巴是这样回答的 当时的洗巴是这样回答的 米飞波射现在很高兴 米飞波射现在很高兴 终于可以看到素罗的王朝 复国有望 真的看到扫罗的王朝复国有望了 令大卫的感觉是 这个米飞波射想叛变 令大卫觉得米飞波射想叛变 但是当时大卫都前途未卜 但是当时大卫的前途未卜 可能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那就不再回答他就过了河了 那就不再回答他就过河了 大卫知道心里面 他心里面知道一些东西的 但是大卫知道他心里面是有些东西的 但是现在因为要复收全国呢 但现在要复收全国 他要是听洗巴的说话 还是听米飞波射的说话 他现在要准备要复过 他到底要听洗巴还是听米飞波射的话 他不想再制造这些对立 他不想再制造这些对立 于是就说你们就将田地分成一人一半 于是就把田地分成一人一半 以前洗巴其实想拼吞所有塑罗家的田产 大卫的做法就是 你就在这些家业上面来供应米飞波射 然后大卫的做法就是 你在这些家业上面来供应米飞波射 你仍然可以管 你仍然可以管 你仍然可以生产 你仍然可以生产 不过来供应米飞波射 不过你要供应米飞波射 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们一人一半 现在的做法就是你们一人一半 我不再处理你们之间的事了 第三个人物 31节至于第40节 其实他是约旦河东那边的人 其实他是约旦河东那边的人 大卫走难去到马哈联的地方 大卫逃难的时候到马哈联的地方 这个巴西来这个人 是其中一个来接祭大卫的人 他巴西来就是其中一个接祭大卫的人 第32节说他原始一个大父户 32节说他原始一个大父户 本来大卫要来仇想他的 本来大卫是想来仇想他的 要他一起回去耶路撒冷 要邀请他一起回耶路撒冷的 大卫这个动作在讲什么呢 大卫这个动作在讲什么呢 他不单要收复尤大 他不单要收复尤大 他不单要收复北方的支派 他不单要收复北方的支派 他都要收复东面的两个半支派 他也要收复东面的两个半支派 这个巴西来就是一个代表的人物 这个巴西来就是一个代表的人物 如果他跟着大卫回去皇宫呢 如果他跟着大卫回到皇宫呢 那大卫和何东支派呢 就有一个重要的联系人物在那儿了 那大卫他就跟东边的这两个半支派 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在这里 但巴西来说我已经年纪大了 不可能同王过去了 那巴西来就说我年纪大了 不可能跟王一起过去了 那派了他一个有影响力的仆人 那派了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仆人 叫金罕的 叫金罕 让他跟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待他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待他 那于是大卫就过河了 那于是大卫就过河了 有大众文和以色列文的一半也送王过去 讲的第四十节 讲到第四十节 犹大众名和以色列名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 一半的意思就是什么 一半的意思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不是所有人的 就是不是所有人的 其实大卫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民心 其实大卫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民心 那第四十一节至到第四十三节呢 那第四十一到第四十三节 这里就讲 以色列人又来跟大卫争辩了 以色列人又来跟大卫争辩了 他们来见王 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 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 那犹大人就跟他们争辩了 那犹大人就跟他们争辩了 你认为我们吃了王的什么东西呢 你们以为我们吃了王的什么东西吗 王想吃了我们什么呢 王想吃我们什么呢 他们就起了争辩 他们就起了争辩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就是说这两个支派中间 就是说这两个支派中间 其实就是没有kindness 其实就是没有kindness 有疑心了 有疑心了 并且态度一点都不想软化 不想来到平息 因为态度也不想要来平和来平息 软化 所以我们见到是一种 无法平息的对立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是一个无法平息的对立 将来以色列国再一次有裂痕的时候 将来以色列国再有裂痕的时候 北方十个支派就会脱离了 北方十个支派就会脱离了 好 那我们见到大卫做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我们看到大卫他尽了他自己最大的能力 任何个人在一个伤痛忧伤的过程里面 任何一个人在一个伤痛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他自己作为王 尤其是他自己作为王 他会令到整个以色列国在一个真空状态 他可以令以色列国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北边 东边 南边可以跟他来对立 可以分裂的 北边 东边 南边可以跟他对立来 可以跟他分裂的 可以跟他分裂的 但我们见到大卫真的做得很好 但我们看见大卫做得很好 在他最无力的时候 在他最无力的时候 他最能够做到王 他最能够做到王 他能够收复他的王权 他能够收复他的王权 他平定北边那些人的情绪 他可以平定北边那些人的情绪 他首先收复了犹大对他的忠诚 他首先就是得着了犹太人对他的忠诚 最后连约旦河东的支派 他都能够联系起上来 最后连约旦河东边的支派 他都能联系上 他的确有一种超凡的能力 他的确有超凡的能力 他的眼光看得很阔 他的眼光看得很广 他对事情看得很准确 他对事情看得很准确 他知道哪些是轻 哪些是重 他知道什么是轻 什么是重 对于亚比塞来说 他当时就已经被激怒得很厉害 对亚比塞来说 他当时已经被激怒得很厉害 很小的事就变得很大了 很小的事就变得很大 但大卫跟他说 这些是很小的事 这些是很小的事 不要再跟这些变纳文支派的人来争执 不要再去跟变阳明支派的人争执了 放他们一马吧 今天是全以色列要来迎接大卫 会朝来作王的时候 今天是全以色列要来迎接大卫回朝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这份恩慈 能够分辨到轻重先后 我们会很多时 给一些很小的事 来到令到我们 头昏脑障 我们有时候会被很小的事情 搞到头昏脑障 不断转这些小的事情 不断地去转这些小事 尤其是譬如一些我们叫埃撒 一些怒气 吵架这些 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埃撒 这个仇恨 吵架 小组里面都有的 小组里面也会有 有些人就生不回小组 有些人就气到 骂到不想回小组 但神就跟我们作权柄的人说 那神就对我们作权柄的说 要有恩慈 那香港经历了这个社会运动之后 香港经历了社会运动之后 其实都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其实也在一个分裂的状态 有些人就离开了 有些人离开了 但我们求主给老一一 有这个拥抱的心 那我们求主给六一 有个拥抱的心 能够将 我们曾经看为 就是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 我们都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希望能够 曾经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 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我们说 自己是没有立场的 其实我们说 我们自己没有立场 正如耶稣 他又不是红 他又不是黄 他说我的角度 不是世上的角度 他说我的国度 不是世上的国度 我们知道连这些的话 都有人有反应的 我们知道连这些话 有人都会有反应的 有人就说 这些人是政治 就是类似六一的人 那有人就会称了 类似六一这样的人 是政治冷感的 是不分是非的 是不分是非的 没有公义的 没有公义的 我们都可以吃掉它 我们都把它吞进去了 我们知道公义在神的手上 我们知道公义在神的手上 而当我们说代表公义那一边 当我们觉得 我们代表公义那一边 其实我们站的位置是很窄的 其实我们站的位置是很窄的 甚至是站错位的 甚至是站错位 甚至是 不再讲下去了 甚至呢 不再讲下去了 但是我们很需要神 给我们这份的kindness 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 神给我们这份kindness 并且当人在哀伤里面 并且当人在哀伤的里面 我们求神给我们 有这份同理的心 我们求神给我们 有这份同理心 去陪伴这些人 去陪伴这些人 不是只是做一些礼仪 不是只是做一些礼仪 帮他们家人搞完安息礼拜就算了 帮他们家人搞完安息礼拜就算了 kindness是无穷无尽的 kindness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自己有的很少 我们自己有的很少 我们求神加添给我们 我们求神加添给我们 我们要赞美主 我们一起来 敬拜主 主要赞美你 我们要多谢你 主要你是用恩词恩典 当我们的识 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要我们将你的心 再次来放在你的里面 主要我们求你 来到我们的当中 接受我们对你 敬拜我们的赞美 主要赞美你 下来 为了您的 主要我心靠你 神知你毕临我渡过 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 有你同在 对我不自畏惧 你是我的牧者 我做一刻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权定 从昨日到今日 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要你奉上 要你奉上应许 尊敏 要你奉上应许 我的未来 在你手中 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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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们仰望的同在 有祢同在我不自畏惧 祢是我的目准 我所依靠 每个夜 每个夜 每一天 我赐祢永远在身边 祝祢永远与我同在 在祢里面没有改变 祢的决定从说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祢奉神应许佔祢 我的未来在祢手中 坚固盘始 却能真身我清拜祢 坚固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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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在失落的时候 最后你要让我们知道 能够捉住主耶稣你自己 我们就能够继续站立 弟兄姊妹 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大家都看到大胃 因为他喪子 因为他喪失他的家人 一直以来他都喪失 不路不断不断的喪失他的家人 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过 有很多很多的忧伤 他不断的哭 在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解不开的结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当中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或者在你的环境的里面 你有家人或者朋友 是过了世 而你仍然在这个伤感 伤痛的里面 你可能觉得很遗憾 你很可能觉得很忧伤 你没办法从这个忧伤面走出来 如果有的弟兄姊妹 在这一刻你可以出来 来到我们的前面 来到台前 来到台前 今天神要再一次让你 兼顾你的心 神知道你的忧伤 神知道你的遗憾 如果有的话 你来到我们的台前 我想请同工 来到他们的后面 站在他们的后面 来到服侍他们 如果在我们的当中 有弟兄姊妹 你很多很多时候 你在你的过去的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 亲戚里面 他们过了世之后 你没办法走出来 这种的伤痛 一直一直以来都在 潜扰在你们的当中 如果有的话 弟兄姊妹 请你出来 我也请同工 来到服侍他们 来到服侍他们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这个伤痛 你没办法走出来的话 你在这一刻 你告诉神听 你告诉我们的同工听 你失去的是什么家人 很可能你的父母 很可能是你的子女 耶稣我们为台前的 这些的弟兄姊妹 来向你祷告 爸爸包括在线上的 结束他们失去了 他们的挚爱 父啊好久了 他们无法走出 他们的伤痛 结束我们为他们 来祷告 神你的爱进来 以致而且触摸他们 更多更多更多 父啊大胃的伤痛 谁可以明白 谁可以了解 爸爸我有你 圣灵啊同样的 你住在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 包括在线上的 主要谁能够明白他们的伤痛 圣灵围有你 原来有很多的苦 有很多的痛 有很多的哀伤 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 父啊一致 你的爱充满 你的一致大能现在就领到更多 更多更多 我们请同工现在开始为他们祷告 你可以问问他们 他们失去的亲人 是谁 是爸爸 是妈妈 是配偶 当台前面的弟兄姊妹正接受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想邀请你 在座位上的 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主要上我们进到经文的另一部分 就可能生命里面 你可能没经历 或者过度了你的哀伤 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可能有很多人 好像大卫旁边的阿比斯一样 尝尝向他说负面的说话 说负面的说话 以至你的生命里面 可能做错决定 这个时候我想邀请 在座位上的弟兄姊妹 和先上的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祷告 或者在生命里面 有哪些人 常常向你说负面的说话 你要弃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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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 你要领受如大卫一样的 那种能够有明辨的恩高 明辨的恩高 分辨的恩高 并且有能力拒绝一些负面的说话 现在我想邀请这些弟兄姊妹 都会为自己开声祷告 为自己生命的需要 弃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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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断 闲话 都是不属神的 我们把这些都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为自己来认罪 也来弃绝 也为自己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很像大卫一样 有好的属灵分辨力 知道轻重 知道先后 而且用恩词来对待别人 用恩词来对待权柄 用恩词来对待我们所爱的家人 用恩词来对待我们的下属 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能够收复他的国权 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的蒙福 所以求神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分辨能力 帮助我们 止住我们 自责别人的舌头跟我们的指头 哈利巴巴 полож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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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我們所聽的話語 都能夠讓我們走在淨途當中 也讓我們傷痛的心 在主祢裡得釋放 主耶穌,我們多謝讚美祢 我們的祷告奉主耶穌明求 阿們 第一姐妹,我們一份的站立 我們再次可以承認 我們的生命需要我們的現身 我們的耶穌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能夠得意志 讓我們能夠面對一切的困難 我們能夠堅定去相信祂 哈利利亞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眼神 使我奔向為祢說起願意 哈利利亞 是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榮 我需要祢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養心 使我能夠為祢收起願意 何畢是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榮 何畢是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榮 耶稣,我们仰望你 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就像大卫一样 我们以恩慈相待 我们以恩慈来对待我们对头人 正如大卫用恩慈来修复他的觉的时候 他身边真是不可小的 就是巴西来这个人物 巴西来就是一个贴近权柄 帮助权柄,明白权柄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圣上的弟兄姊妹,我们手按心上 闭上眼睛,我们祝福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都是贴近我们的权柄 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所设立的权柄 无论是我们的父母 老师,丈夫,老板 教会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长 耶稣高抹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权柄 认识祂,贴近祂 大家可以开声 和神说 我要成为我的权柄 最大的帮助者 我要成为我的权柄 最大的助力 我要在事事的里面 总而未明白 但是我就站在我的权柄 祝福一边,圣为祂的帮助 让我们都好像巴西来一样 我们因着贴近我们的权柄 认识我们的权柄的时候 连我们的家人到蒙福 连我们的仆人到蒙福 连我们的犯属于我们的亲人到蒙福 我们开声祝福我们的权柄 让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 到蒙神祝福 让我们开声 用我们的五性来祝福我们 天父爸爸求祢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权柄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小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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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小祖父 我们的小祖父 也希望我们责祢 祝福我们的生命 天父爸爸求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贴心贴拳命的人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主要借着主要一个的关系 主要借着这个关系主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祢的角度 彰显神从祢而来的慈爱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愿神的恩赐多而有多的临到祢的生命 愿神的喜乐安慰你的心 在你的艰难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的难关 神的慈爱都与你同在 神的信实直到万在多而有多的临到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愿你的心倾向权柄 愿你的心能够与权柄是同步的 愿你的生命能够修复国权 愿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大大的彰显 愿平安喜乐尚与你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大祝福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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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